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扣連心弦 今天是維修場景的創作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最新創作的這個 新的場景 新夜酒吧 這次這個場景用了兩組合碗 第一種是富士丸酒店 再來第二個是迷你酒吧 就是我手上拿的這一款 他們之所以會做這個場景出來 就是為了搭配這兩組合碗 這次的場景其實做得還蠻大的 它的長跟寬大概都是50x50公分 因為它太大所以我把它做成組裝型的 這樣我們體積就不會太大了 而且比較好放 來我分解一下 主體就是這個 主要的吧檯的位置 另外一區是這個比較偏露台型的裝置 最後這一個是我們的 算是門口的前台 因為我們上來這個酒吧的時候 要搭這個樓地上來 我們先來一個一個介紹吧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這個區塊 我們的酒吧的靈魂所在 就是這一個小屋子 這個屋子就是我們酒保調酒的地方 像這個門它是可以打開的 從這邊進去裡面 然後裡面看一下 這個角度來看就看得比較清楚 一些調酒需要的器具 其實都放在裡面 後面也有 那最背面這邊這一層呢 就是各式的酒類都有 到時候調酒的時候可以用 側邊這個也是 然後前面呢 這個是一個吧檯位 到時候可以在這邊 坐著聊天休息 三個位置 然後特別提一下 這個 它這個裡面有一個蠟燭燈台 它其實是不會亮的啦 是我自己在加裝那個LED燈 然後放像這樣的感覺 然後上面也有放一些 已經調好久的 放在這個 好 這個是盒碗裡面有附的 剪裁下來的紙 今天的特價是有哪些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側邊 這個部分 它也是一個招牌 NASDABAR的招牌 這個呢 是用來藏東西的 沒錯就是藏這個電子 我們電源開機關 就在這裡 然後做這個招牌 就是要把電子給遮起來 這個招牌還故意把它做一個 有那種 生鏽的那種感覺 看起來會比較真實 像這樣 就這樣藏電子放的也是蠻好看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屋子的背面 這個背面 是我一個很喜歡的小角落 很適合情侶來這邊做的位置 充滿了儀式感 這邊這些植物啊 爬滿了這個小屋子 這些植物也是自己手做出來的 這個葉子呢 就是 找那種 可以壓痕的器具把它壓出來 然後就是可以儀式用很多 然後再上漆 然後再綁一些鐵線 讓一些植被有在那邊生長的感覺 然後這裡 這邊 這裡有一段 英文字 這個smile 這個主要在講說 一個人啊 微笑的時候 永遠是他最迷人的時候 我蠻喜歡這句話的 就覺得很有意思 就把它寫在上面 裡面怎麼台桌上面一些擺設啊 刻意營造出那種浪漫的感覺 上面還有放花朵 接下來我們來講到圍牆的部分 這個圍牆也是有點把它做成漫字型的 從這邊 延伸到後面來 紅磚的圍牆 搭配一些 像水泥抹在圍牆上的那種 剝落感 可以營造出這種 不要 破舊 可是呢 又充滿了綠意的樣子 因為這些植物都把它披在牆面上 看起來就是很有活力 然後背面也是 也是一樣的設計 因為我本身蠻喜歡植物的 所以看到這種比較綠意的感覺 我都蠻喜歡的 所以呢 我還特別做一些東西 像這個 這個 防水泥粉的 這也是自己做的 這是龜背玉 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白斑龜背玉 這個 算是我自己用 冷池黏土 去把它捏出來的 因為現實上 這個白斑龜 價格真的是太昂貴了 所以做一個 乾過癮一下 然後 這一區的另外一個 這個是天堂鳥 這天堂鳥 這個葉形是我用 塑膠片 把它剪裁下來 再搭配鐵絲 然後這個 根莖就用那個黏土 去把它捏出來 最後再上色 變成像這樣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圍牆內部的 我們可以做的位置 有兩個位置 這邊呢 一共可以做到三個人 上面我擺放一些這個 自己所做出來的主台 晚上的時候放一個主台在這邊 看起來真的是比較有那種浪漫的感覺 然後我再放了一盆畫 另外這個位置是比較簡易型的 可以做到兩個人 一樣是有放這個 調各式的調酒 這個 這個燈呢 跟後面這邊 這裡也有一個 這個燈也是一樣 盒碗裡面的 酒瓶 那它這個酒瓶 其實我在拆開的時候 它其實是沒有那個 標籤的 沒有辦法那我黏上去 所以我就想說 既然沒有的話 那我把它做個燈光好了 裡面就是我裝孔後 塞LED燈在裡面 讓它發亮 到時候如果把燈關掉的時候 他們的樣子會看起來很漂亮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這個 延伸出來的露台 這是一個摸字型的造型 然後外面就是用這種 鐵網的感覺 然後上面我再貼一些 這些 關於 調酒啊 酒類的一些 廣告牌 這邊都有 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一區算是比較 自由活動的一個區塊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座位 所以 喝酒做什麼 都是用站著來進行 來這邊 一樣 我就設一個 放置酒的檯位 這邊 各式的酒類都有 這個 有一個啤酒機 可以飲用 這兩個小圓桌 就是我們比較 自由性的那種小八桌 這種桌子就是 我們可以站立著喝酒 然後走來走去 下面這個底板呢 我是用木條去製作的 打磨以後再上漆 這種比較木棧板的感覺 然後 四個角這樣站立起來 像這樣子 好 最後我們來介紹這個區塊 首先是這個 我們的前台接待客人的地方 好 Bot Open 然後 這裡是 站單 然後 啤酒瓶 HAPPY 然後 目錄 裡面放售的飲料的目錄 各機瓶也是 上面我還放了一盆花 那裡面 有一些杯子啊 一些簡單的東西 可以放在裡面 這是這個 這個 另一排 一樣是他們的 酒類的加木錶 都標示在上面了 然後 這個 A型板 調各式的調酒 廣告板 然後是這個 一個 原木的長凳椅 是有椅背的 可以坐在這邊休息坐著 還有這個樓梯 我們走上去的樓梯在這裡 最後這個底板 這種比較大的石頭 那種堆積的地板 然後上面再弄一些草皮 那種椅背在生長的那種感覺 好 這個區塊大概就是像這樣 這個到時候怎麼擺都可以啦 因為我故意把它做活動式的 擺在這裡 這裡都OK 不過我現在暫時先這樣子放 不過我現在暫時先這樣子放 我現在暫時先放在這裡 我有一個最寬的 最寬的 是把這個 我現在暫時先分析 去西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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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啰 喜欢的话按赞订阅分享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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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